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近 你对别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返回到你身上 不论你伤害谁,从长远来看,你都是在伤害自己 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察,但它一定会绕回来 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伤害也好,帮助也好 那个真正承受的人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同理,当你给予他人,当你为别人付出 那个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你给别人的,其实是给自己 有个农夫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荣获最佳产品奖 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冠军种子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他农友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 他说,我对别人好,其实是为自己 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 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 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品质 因此,我很乐意其他农友都播种同一优良品种 他的话看似简单,却身负哲理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做的 这是世上最伟大的教诲 所以,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就像那个农夫一样 如果你想要得到冠军的品种,就要给别人冠军的种子 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 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 你要向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 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 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 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 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 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 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点好事 想别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别人 别想太多名和利,只问自心,莫问得失 你自然会获得最通透的安乐 诗人与善,广众福田 诗人与恶,报应连连 都是自己种下的 当然,也是自己收获的 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 如果你对人冷淡,别人也会回忆冷漠 如果你经常批评别人,你也会接受到别人的许多批评 如果你总是摆一张臭脸,没错,别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所有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 套句诗人奥登的话,人受恶意作弄,必作恶意回报 如果你陷害别人,那天你也会遭人陷害 同样的道理,当你带给别人欢乐,你就会得到欢乐 带给别人祝福,你就会得到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经常赞美别人,不久你也会听到有人在赞美你 你给别人的,其实是给自己的 你让他人经历什么,有一天你也将自己经历 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和儿子住在一起 老人耳聋得已经不行了,眼睛也看不见 颤抖的双手经常把饭菜撒得满地 碗也常被他打破 儿子夫妇俩感到非常厌烦 丢给老爹一只破木碗 把他赶到厨房幽暗的角落,不准和大家一起吃饭 有一天,儿子看到自己的儿子用刀削木头 他好奇地问孩子要做什么 结果孩子回答 我在替你准备将来要用的木碗 从此以后,年老的父亲又回到餐桌上吃饭 家人也都非常孝顺他 生活中,我们需要做的是感恩给你机会的人 感恩给你智慧的人 感恩一路上陪伴你的人 有些事是可以懂一辈子的 有些事要用一辈子去懂 一直善良下去 总会离幸福更近 Afn of you are the best friends of yourself